吃Panadol会伤肝?还会留在身体里面5年?才不是了!权威医生终于站出来为Panadol说话了。 坊间一直流传着吃Panadol会弄坏肝脏,还会留在身体里面5年等等留言。 权威医生指出药是病人按照医生开出的剂量服用普拿藤或铺热系统,那是绝对安全的。 一天最多能够服用4克,普拿藤Panadol或铺热系统Parasitamol,一颗药丸是500毫克,8颗药丸就是4克。 这个剂量并不会让它残留在身上,也不会损坏肝脏。 如果服用超过10克、20克或200毫克铺拿藤,才算是过量。 他也指出,Parasitamol铺热系统,在马来西亚一般使用Panadol,是最安全的退烧药和止痛药。 不论是小孩、孕妇、哺乳妈妈或老年人都适合服用。 但是,肾病或肝脏有问题的民众,在服用铺热系统前,则必须先咨询医生的意见。 Zack也希望,民众别盲目相信或转发社交媒体流传有关铺热系统或普拿糖危害健康的信息,避免更多生病的民众因为担心副作用而不肯吃药,以致病情加重。 常识,据说Panadol,Parasitamol铺热系统能够停留在体内长达5年,进而破坏肾脏功能,严重者可能面对洗肾。 答,首先要了解的是,Panadol,Parasitamol铺热系统是经肝脏代谢,而非肾脏,过量用药可以导致肝损伤。 服用铺热系统后,药物成分会在体内有效分解,血浆半衰期,集药成分在血浆中代谢药半剂量所需的时间是1.5至2.5小时。 虽然铺热系统药物分解代谢的速度取决于使用者的年龄和剂量,但研究已证实,只要遵循知识,大部分人都能在24小时内将铺热系统从体内代谢和排出。